越是在战乱年代 这个经济的重要性 就越来越明显 打仗打的是钱 古今一里 在唐代 安史之乱时期 尤其是在后期 唐宿宗 唐代宗时代 那个时候 大唐帝国的辉煌 已经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是千疮百孔 国家经济 受到极大的破坏 这时候啊 有人就能经常见到 这么一位 在长安上朝的官员中 看见这位 要不就在马上嚼着饼 要么 就是摆弄着手中的蒜绸 或者是低着头 盯着地面 也不知道讲什么 看这位这官衣啊 有时候穿得不很整齐 这属于不修蝙蝠啊 有人跟他开玩笑 问他 嘿 您地上看什么呢 这位大人是 一本正经回答呀 看什么 你没看见 满地咕噜吗 咕噜 您说那大车不是 咕噜着东西 咕噜着什么呀 满地都在咕噜前 那滚的一片一片的 你得帮其捡啊 跟他开玩笑 这大臣被说愣了 低头看了看 哪有钱呢 嘿 这位微微一笑 在我眼中 满地都是金钱啊 这位是谁呀 这就是唐朝 乃至中国古代 最为卓越的理财家 姓刘啊 叫刘燕 刘燕从小就以神统 闻名于世 当官之后 他也很聪慧 很敏捷 才思奇快 深得人心 刘燕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抓这朝廷的 财政主管 连续担当了 二十多年的 这方面的官职 他理财的基本方针 就是我们刚才上面 说的小笑话 滚钱 他认为滚钱 能看着 能捡起来 这才是本领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善于投资 滚钱 利生利 你不会投资 不掌握市场规律 那钱怎么能收回 他是出高价 雇一批善于行走的人 全国各地南北东西 随便溜达 给他去探听情报 通报各地的市场 财政状况 刘燕注意到 关中地区 早已经不堪供应 朝廷用度啊 这种重大的负担 压得关中一带的百姓 已经快走到 造反的边缘了 可是江南呢 鱼米之乡 倒是生产富裕 运不过来啊 要想运 就得保证 曹运的安全 当年随阳帝 不知道打通打运河 内陆可以运输 但是被战争给闹的 各段都不太平 刘燕建议 一方面国家 要治理运河两岸的治安 二一个呢 每年从江南 转运几十万弹粮食 到关中 在运输中 他设计了一种方法 叫分段转运法 由长江 到淮河 这算一段 由打淮河 进入汴河 这是一段 从汴河入黄河 这又是一段 再从黄河入渭河 这就办了长安了 那么这几段过程中呢 船只 仓库 各段都实行包干 可以大大减少损耗 当时唐朝政府实行的是 食盐专卖 食盐的生产 运输 销售 都得由政府包办 虽然说这个收入 大大增加了 可开支也不小 这一路上有很多的损耗 传坏了 严丢了 一路受到了土匪的抢劫 这都有可能 人的精力有限 地域环境熟视程度 也是有区别 能说由打那长江口 到渭河岸 这一道他都清楚吗 如果要分段包干的话 那就是各段负责 各段的官员对这一段情况 掌握熟悉了 就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是刘燕的聪明所在 刘燕 改为政府只管生产跟批发 那么运输跟销售 交给商人去做 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齐 你别把这货给我压着 所以他又在交通困难地区 开设了长平盐仓 长平 听听那名字 经常平均呢 经常平价 盐价高的时候 国家这长平盐仓 是低价出盐 盐价低的时候呢 他们是高价收购 这样精简机构 是提高了效益啊 这就是治理经济的智慧 这会儿就剩这么一位 理财专家了 跟刘燕同期 还有一位以治理经济 号称为财子的著名理财家 而且还是一位美男子 此人姓杨 叫杨炎 这杨炎 比刘燕小十二岁 长得是卧残眉 眉虚然 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而且 还写的一首好书法 文章写的更好 给皇帝起草的诏书 被誉为中堂第一手笔 中堂时期字写的最好的 就得说这杨炎了 后来唐德宗 就特别喜欢这杨炎的书法 那会儿唐德宗 还是太子的时候 就久慕杨炎的大名啊 得了一幅杨炎书写的 李凯诺碑 这位太子李阔 如获至宝啊 天天就把杨炎这幅字 挂在墙上 一睁眼他就先欣赏欣赏 所以李阔继位之后 不就那唐德宗吗 他把杨炎召回朝廷 任作宰相 头一件大事 就是劝唐德宗 改革改革赴税制度 以前都怎么样一个赴税制度啊 是长期把这赴税 先入宫中内库的惯例 改成由朝廷户部 去专管收支 接着又将那个名不符实的 租拥调赴税制 改为两税制 这两税法 名震天下 就这扬言发明的 无论是原来的户籍在什么地方 一律按照现在的筑地 按现在的地点 人口情况就申报户口 申报财产 税种简化为按土地征收的地税 和按资产征收的户税 这两大类 每年分两次征收 征收的标准是货币 而不是过去那种食物 比如说粮食啊 捐博呀 不收食物东西了 要收钱 尤其可贵的是 提出了量出为入 这么一种财政税收原则 估计这一年国家花销多少 那么呢 税收就要提取多少 他要地方政府先制定预算 再按预算 确定征税的税率跟总额 这是古代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 所谓两税法 就是简单税种啊 地税 互税 一年春秋两次征收 而且改变了暗示之乱以来 因为人口流动造成的税收制度 名存实亡的尴尬 政府有了钱了 经济可以统一调配了 这就有了恢复的希望了 按说这刘燕跟杨炎 那都是好样的 刘燕在运河的草运问题上 为国家解决了生命线的供给问题 怎么样让运河能够活起来 为大唐王朝注入了经济的强心针 扬言这两税法 是中国古代财政重大的改革标志啊 可是这两位财子 这个人关系啊 是别提多糟了 刘燕 是机智而多变 他不在乎理 喜欢开玩笑 要不别人问他 您那在马上低着头看什么呢 地上学们什么呢 他靠着找钱呢 地上滚的都是钱呢 他就这么一个人 穿着打扮有时候不修编赋 而这杨炎呢 跟这刘燕不一样 杨炎宰相是一举一动 都要百分钟 人家长得也是无流美然呢 穿着打扮各个方面 都要有个气派 相对刘燕来说 这杨炎就显得量小 而有些交际 骄傲之交 嫉妒之计啊 当年 刘燕是吏部尚书的时候 杨炎是吏部侍郎 一个尚书一个侍郎 这样被关系出的就不怎么样 两个性格不同的才子 合作得很不愉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是彻底改变两个人的命运呢 杨炎有一个同乡 叫袁仔 杨炎就推荐 让他入朝为官 袁仔呢 后来走的是大太监 李甫国的路子 也当了宰相 这袁仔把持朝政 事事自作主张 当时那唐代宗 感到袁仔的威胁 影响皇权了 就突然采取行动 把这袁仔给抓起来 罪名是这位宰相 袁仔图谋不轨啊 跟另一个宰相 他们一块儿 构窜合谋 与谋反 这就是皇帝给加的罪名 让谁来做主审呢 皇帝不能亲自问案呢 就让这吏部尚书 刘燕 做主审官 当然还有别的几位 大元帮着他审问 但是说了算的 拍板的 就这刘燕 审判结果 袁仔被刺 自尽 死后抄家呀 结果这么一抄家呀 这才发现 赶紧这袁仔家里 先甭说别的 光这胡椒 就有八百蛋之多 咱那么接这玩意干嘛呀 无以惜为贵呀 当时那胡椒 那是纯粹的外贸产品 那不是谁老百姓都能见着 要买贵着呢 这一下 算抓住罪证了 可偏偏 这扬言 是这袁仔的推荐人 所以就被刘燕 定为了 袁仔的同党啊 被贬为盗州司嘛 贬了官了 扬言为了这件事 恨得压根痒痒 恨透了 刘燕了 你想他平时心眼就小 这件事 甭管是吃了挂烙也好 还是有人 万高不实 他都认为是刘燕 对自己的报复 当时俩人在立步的时候 上下就不合嘛 赶到现在 杨燕说了算了 唐德宗 那么崇拜自己 自己当了宰相了 所以杨燕 就要报复报复这刘燕 派在他一打听啊 听说刘燕当年 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 杨燕面见德宗的时候 可就泪流满面了 陛下当年企图费陛下太子位的奸臣 您怎么还让他在朝中为官呢 现在朝中还有 臣为宰相 而不能讨伐 罪当万死啊 唐德宗 李阔 当年好玄被人 废了太子位 这位宰相扬言一提 还有这样的人 您还用着他 我作为宰相 我都羞辱得慌 我得帮您把他除了呀 谁呀 就是刘燕 好 这一句话 刘燕得当官就算当到头了 唐德宗一想 那就派人治他的罪吧 甭管当年刘燕到底说了什么 办了什么 反正现在皇帝要想派人查你 那就有很多人会落井下石啊 幸亏 刘燕为官 这官生不错 有几个大臣 屈指讲话 这是保住了刘燕的命 杨燕一看 一计不成 没杀死他 我再找机会 这位宰相杨燕又提出 要把财权集中到宰相手里 那么刘燕担任的什么职务 刘燕长期担任的是 转运使 租拥使 轻苗使 岩铁使 转运 咱们刚才说过 就是那个运输啊 各地枢纽 转运 这都归他管 租拥使 以前不是实行租拥调制吗 跟税收有关呢 轻苗使 是关于农业的 岩铁使 是岩铁专卖这一块的 那么现在财权 他们一集中到宰相这儿 刘燕手里是没了实权了 无形中 刘燕的职务 全被取消了 没多久 杨燕又以 揍势不实的罪名 把刘燕 贬为中州刺史 按说 报复到这一步就行了 当年杨燕 被作为原载的同党 被贬为道州司马 没人叫他的命啊 可是这会儿杨燕 还不满足啊 非要置 刘燕于死地 他授意 主管中州的 京南节度使 诬告着刘燕 勾结藩阵 扇子招兵 想要造反 唐德宗一听见造反 脑人就疼 怎么呢 他的父亲 他爷 他太爷 这几辈 被这兵户之乱 折腾得够近了 我这好容易大治天下 怎么还有人造反呢 唐德宗勃然大怒 立即派新副太监 到中州 似刘燕一死啊 把刘燕给勒死了 害死了刘燕 扬言下场怎么样啊 也不怎么样 这刘燕死后 朝臣纷纷被刘燕鸣冤啊 说谁谋反 也不能说刘燕 刘大人谋反啊 要没有刘大人 大伙互相看来看 咱们再尝尝 早就饿死了 没有他的运河转运 那粮食由江南能到的北方啊 可是怎么偏偏有人说刘燕谋反呢 大伙都替他名冤枉 扬言一看有点慌了手脚了 你别看他这宰相 那些位大臣要连起手来 这宰相也有点悬呢 他为了推脱罪责 宣称是唐德宗自己怨恨刘燕 谁问他这事 你这陛下对刘大人有看法 你这不找倒霉吗 他身为才子 按说智商不低 他竟然没有想到 推自身罪责 于皇帝身上会有什么后果 那皇帝犯了错 都得往身上脸吧呢 替皇帝受过 这才叫聪明会做大臣的 他反其道而行之 这书也不念哪去了 唐德宗能还像以往那么喜欢他吗 果然不久啊 唐德宗深感厌恶 当年任命另一位宰相 卢企取而代之 这卢企啊 天生是一张发青 发蓝 透得红不精 那么一张脸 四个字吧 形容他这面容呢 叫奇丑无比 可是这扬言呢 咱们说过 世事讲仪表 处处讲风度 他看不惯这卢丞相 怎么长这么的恶心呢 尤其吃工作餐的时候 他不愿意跟他供餐 躲开他 单开一桌 管别地吃去吧 这生性阴险的卢丞相 怎能受此侮辱 心想你别看我这脸色 看着比较花了胡哨 他就这色啊 我也不是不惜脸的 你干嘛老躲我 由此 暗地里没少了打这 扬言的小报告 终于 让这唐德宗 解除了扬言的 所有之路 过了两个月后 卢丞大听到 扬言在曲江造家庙 啊 他要祭拜他们家先祖 这卢丞 联邦就找皇帝来了 唐德宗一看 这位新宰相 有什么作为啊 有什么事啊 陛下 当年 玄宗皇帝在位时 曲江 有薛松的家庙 可是 玄宗皇帝 找人看了看 说那个地方有旺气 旺气 就是王气啊 把家庙设在那 对李家的天下 可是有影响 所以一到圣旨 叫薛松 先走了家庙 换个地儿吧 啊 对对对 唐德宗一听 有这么件事啊 那么 丞相 您说这番话何意啊 陛下 现在扬言 要在曲江造家庙 他明知玄宗朝 曾有薛松千庙一事 今天故意为之 这是心怀意志啊 说白了 他想借那块 旺气的风水 来取而代之 实际 这纯粹 是诬陷的 当年唐玄宗 要薛松千庙 是因为那个地儿 他看着 适合于盖一个 大的游乐场 他想到那儿玩 所以让人把这家庙 牵走 是不是有旺气 唐德宗也胡啦八都的 反正 薛松千庙 是有这么一个事啊 那么卢奇 有一歪曲事实 唐德宗最怕 就是大臣们有意志 所以 他就偏偏要说 这扬言 有意界旺气 心怀不轨 那不跟着要造反 接种相怜吗 唐德宗对旧事 又没有考证的兴趣 那皇帝有那心细的 大臣说哪朝往事 他回去查查 唐德宗没这习惯 一怒之下 扬言曾经也得罪过自己 现在又有造反之意 那还问什么问呢 把他扁走 扁走啊 而且要远远的扁 扁哪去了 扁海南岛了 扁到海南岛的 崖州当了司马 扬言在七七惨惨 前往崖州的途中 写了一首诗啊 一去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 生渡鬼门关 他想生渡鬼门关 可惜啊 渡不过鬼门关了 在离亚洲 还有一百里的地方 德宗皇帝派太监 传圣旨 赐他自尽 使者就在这赶上他了 扬言跟刘燕一样 也落得了一个被勒死的下场 临行行前 这位扬言扬大人 是泪流满面 后悔莫及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后悔什么呀 他大概后悔当年对刘燕的迫害吧 没想到这因果报应这么快 就映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会儿想起迷信中的因果报应 早干嘛去呢 要按说他跟刘燕 那是唐代中期 最为杰出的两位理财家 死法 又都那么相似 当年刘燕死 是因为扬言进行诬陷 说刘燕要造反 当然 他是借着节度使之口 进行诬告 而今天自己被赐死 是因为政敌的诬告 也说他心怀意志 异于谋反 这种死于诬陷的同样的归宿 难道不是命运中的安排吗 这两位善于理财的大家 恰恰又都不善于处理官场中的人际关系 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 他们是成熟的 但是在围观的道路上 他们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 又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智能 他们的才子个性太坚强了 对于政治 却是外行啊 这正是官场中 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情况 你的本领再强 你要不善于为官 迟早要消失在 起伏不定的 幻海之中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 小时 还有 哎呀 来